幫我練心,流氓武器 老師他會問我們要建議他用的語言叫做戰爭儲備庫存 他的意思是說你是一個島嘛 那時候軍員都沒進過來嘛 人家封鎖空域都不進來 所以你這個台灣島內要有更高的戰爭儲備庫存 是 那個叫戰爭軍備庫存 戰爭軍備庫存 所以他問過了一個叫做 美國每年應該要把過勝軍平快速移轉到台灣 那本來一年是過勝 過勝加年 本來一年是兩億美元 要提交到五億美元 這是過勝軍平的部分 那第二個就是台灣的以後軍售 直接走快速軌道 這個台灣關係吧 明天呢 就是 台案 郭忠亮呢 世界 台海風 風暴 必然將起 這個呢 這個可能不會的了 因為什麼呢 我覺得中共 中共在準備二十大 所以呢 習近平是維穩 人是第一 所以呢 他不願意啊 在這個 這個時間呢 干擾這個二十大這個召開 所以 猶豫不決 當斷不斷 你啊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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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近平是 有一個特點 他是 凡是 這個 做出決定來 他是 不會回頭的 所以說 你讓他靈活 習近平不會靈活的 處理 不會延期 把這個二十大延期到 別方台灣以後的 所以那個 這個問題 我們先看 這個 事態如何發展 當然 現在 最好的 時機 別方台灣的時機 就是現在 一武逼統 一武逼鄉 一武 逼和 都是現在 都是最佳時機 名正言順 理由充分 戰機已到 但是 美國就挑選了 你現在啊 你 正是 因為你現在 猶豫不決 當斷不斷 他就抓住 你這個弱點來 你現在正是一個 權力交接的 出現 開始說你這個 這個時候我就想到了 戰爭這個 這個這個 羅斯福那個 那個 連任的時候 發動那個 珍珠港事件的事件 就是 這麼一個事件 我就 羅斯福為什麼有 充分的理由 連任呢 就是因為戰爭嘛 如果你 中華人民共和國 宣佈進入 戰爭緊急狀態 那麽這個 就是最好的時機 解放台灣的最好的時機 那麽我想啊 想到今天叫9月918 那麽918事件 那918事件 這918事件的時候 國民黨 這個中華英國 還沒有這個 作戰的準備 就是像現在的中國共產黨 現在還沒有這個打戰的準備 還沒有解放台灣的準備 所以說呢 918事件 所以說呢 是一個標誌 當然現在呢 中國之內 和918 中華民國那個時間呢 不一樣 今天上午我做了一個視頻 就是歡迎張亞中啊 這個 這個 為了發向那個目標啊 國家正統啊 赴美 赴美 那個優勢 當然我就強調了 這是一個兩難選擇 中華人民共和國 就是民夫氣死的中華民國 現在這個問題 又 美國這個台灣政策法 又把這個事情搞亂了 台灣當局 台灣當局 台灣當局是個 政府 它這個省政府 Province 是中華民國台灣省政府 那中華民國政府 中華民國的主權 是受給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代表國家主權的 可是你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國家主席 又不去 收復這個省 叛亂集團 台灣這個戰爭狀態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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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 國民 中華民國內戰 你又不去解放台灣 又 解放著 你情處處從 你何處處 你優惠政策 你優惠政策 促從 隨進政策 這個就耽誤了多少年了 從1971年耽誤到現在 五十年 一展黃糧再現 這說明我們的 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政策 不能夠解決台灣問題 而且台灣問題越來越嚴重 如此下去 一百年也解決不了台灣問題 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一百年也解決不了 因為這個政策就告訴你 台灣便自己台灣 所以這種 這種是自己給自己 那你只能砸了自己的腳 我們說呀 人無完人 金無俗次 毛澤東 鄧小平 楊澤民 鄧小平 鄧小平 都有自己的另一方面 所以軟弱的一方面 或者認知不清楚的一方面 優柔寡斷的一方面 在中華民國的概念上 不清楚的一方面 這是他們的共性 所以今天我感覺到很 這個 這個918這個時候很 很糾結 是吧 這個 為什麼我們國家 這個 這個領導人意見 就不能夠改正過來呢 明知道錯了也 改不改 這個問題就是 就使人感覺到這個的 這個這個這個很 這個這個黨的體制 是不是有問題呢 為什麼非要消歸潮水 毛澤東的思想 就堅持 兩個凡事 鄧小平理論 就要只有 只有鄧小平理論 沒有其他理論 為什麼就這樣 非得要把每一個 每一個 每一屆的核心領導 都樹立成一個 偉大 光榮正確的黨 實際上呢 我們 在歷史的檢驗 歷史的和事實檢驗面前 到現在為止 台灣問題沒解決 這個沒解決 政府沒有解決問題 就說了我們 政策出了問題 為什麼 美國那個抓住這個 中國這個弱點 或者是漏洞 或者叫做軟肋 今天就 這個 蒼蠅就經營這個 有縫的蛋 這個確實是 確實是 反過來我們 為什麼 要質疑 這個政策 為什麼有問題 當然 我們為什麼要把 把 蔡英文 馬英九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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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這個 這個 朱立倫 非得要看成是 自己的一個 解決台灣問題的一個 救命稻草 非得要依靠他們 不可嗎 好像 我覺得已經到了 求爺爺 告奶奶 非得要他們來承認 你中華人民共國 就是 就是 他 他不承認你 中華人民共國 是 台灣這個 代表的 台灣中華民國的 這個 這個傳條 那麼你只有 一條路 武力解決台灣問題 你武逼統 你武 逼和 你武逼響 敵人不投降 就讓他滅亡 就讓他驅逐出去 這個是國家主席 哪一個國家 都 這個 它這個國家主席 它這個 你是國家的主權者呀 你 十四億中國人民 你是 中華民國的主權者呀 你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權 你是聯合國 註冊的中華民國的主權者 你就這麼認容 這個 台灣的一小撮 兩千三百萬人在那兒 正穿下跳 把這個國家 搞成現在這個樣子 這個 國家主席 軍委主席 那是 有的千萬 千萬這裏 你奪權 你這個台灣 這個省政府的權 你是奪不下來嗎 它就要跟你叫完 valleys 它就是 坑崩拐篇 它就是 變形詐騙也好 它就是自襲竊人 咽bons 倒影 漫天不寒 這個只是事實 就像日本人這個918 發動918 它編造這麼一個 中國的小型戰的反抗 編造這麼一個謊言 就在臺灣和日本人學在 在這方面造謠和過重 製造流言廢話 有過之而無無疾 只有傻瓜 腦殘的人 才能看不出來這個問題 當然 政治鬥爭 政客都有政客的考量 都是考慮自己的權力的穩固 要給自己在歷史上數個名 要留名親史 你這樣子留名親史 適得其法 它是個雙面不一樣 你沒有在理論上 在理論聯繫實際 來解決談它問題 我們今天呢 談這個問題呢 是稍微沉重的一點 大家都在歌功頌德 都在喊美大光榮正確的說 我在這裡說了這麼多 讓人家憂心 先聽下自由而憂 後聽下之樂而樂的 這麼一些 就是不愛聽的話 歌功頌德不愛聽的話 人家說的 中年逆耳利於心 良藥苦口利於定 這個問題不改 君子之舍 日月之食 天下人都看得對 我們自己也看得清清楚楚 但是我們怎麼對得起歷史 對得起人民 對我們的信 那麼就是說 蘇聯這個這麼大一個機器 忽然靠 倒下 難道這不是當我們謹記呢 其亡也是 其心也是勃勃 其亡也勃勃 我們正是在自己在 自己在自己在 喪失這個權利 喪失這個主動權利 但是我相信 真理 大家 真理是 大家都看得清楚 真理在誰手裡 什麼理論堅持 不忘初心 不忘初心 就是 毛澤東一個不忘初心 毛澤東不忘初心 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就是名副旗的中華民國 你這個是初心 你會要把另外一個初心 194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央民國政府成立了 你把後半部分忘掉了 把前半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你怎麼不要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中華民國呢 你因為在歷史上 你在聯合國這個現場上 你沒有退出中華民國 這個法無民論規定 民們所處罰 不得處罰呀 你在憲法上也在寫著 1911年 孫中山領導 新安革命推翻了 滿清帝制 創立中華人民共和國 你沒有說它滅亡啊 沒有說它註銷啊 沒有說它廢除啊 既然沒有廢除它就存在 存在的 不可能存在兩個國家呀 你不可能搞 搞了中華人民共是另外一個國家呀 所以你必然是同一個國家 同一個國家 你就是中華人民共 這叫做唯一性 數學上的一個鑑定 它是不是新國家 就要看它在法律上的定位 同一個時間 同一個地點 它只有一個國家存在 既然中華民國存在了 你又沒有廢除它 那麼你就是中華民國 這國家的名稱就是這樣子 定的嘛 現在 美國就是因為看了你中華人民共和 這個國家主席處理這個問題 中國文量處理這個問題 猶豫不決 就是不利單毛鯉 你犯了一個不利單毛鯉的這個錯誤 所以才出臺了台南政策法 這叫做真是一針見血 我相信美國人呢 他這個法律 他在這個法律上 他一個是要恨你對它 另外一個 他是專一個法律的控制 他說臺灣是個省政府也行 Darment 說個地域政府也行 他就是在這個擦邊窮 Darment 原來還不允許你說那Darment 現在的 今天就 臺灣關係法就告訴你 臺灣政策好 臺灣的政策就變了 挑釁你的中華民國 你不敢 所以這個叫我們說 你打得一圈開 免得百圈來 中國人民解放軍那個時候 漏江抗了援槽 這也是逼出來的 我們現在要解放臺灣也是逼出來的 二十大能不能夠延期 我看延期沒有什麼問題 你晚一天去二十大宣布 你早一天解放臺灣 你早一天開二十大要更明確 你完成了 你完成了解放臺灣 你再來解決二十大的力量 一樣 你不要去搞那個 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了 你不要去搞那個 丟掉幻想 準備鬥爭 我們今天就說 我們今天在這 這個誰說的話呢 就是奧巴馬說的一句話呢 中國人民要相信 一個人的力量也能改變世界 所以我們就是要有勇敢地展示自己 讓出真理的道理 我們不是要 我們要為人民利益改正錯了 為人民利益堅持好 什麼是好的 中華人民國就是代表中華人民國的 沒有錯了 這是對的 改正錯的 就是現在 我們現在搞這個 一國兩制和平統一 幻想臺灣民進黨 能夠治理好臺灣 幻想中國國民黨 能夠和國共合作 能夠共建家園 幻想臺灣能夠跟你融合發展 跟你和平詐騙 坑本拐騙 這個時候沒有 你沒有吃過那個苦 沒有上當受騙 沒有那個切夫之痛 你真不知道臺灣 這個對待中華人民共和國 那個心態 就是要把你的祖墳 就是你的絕目人 這個就是說 包括柏察辦有很多人 就是農夫與蛇 抱這個善良的心 我們不是說什麼 你首先要看這個做的事情 你看 把這個人的樹 像每一個 每一個樹的樹 培養得像大爺一樣 一個會臺政策 會臺這個 會臺那個 特殊公民待遇 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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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幾個五十年 再有五十年 你還這樣下去 跟不同意 你依然解決不了 所以啊 這個 這個 這也就是 中國 這個 二七五八號 我們一見的 二七五八號決議的悲哀呀 至今不理解什麼是 二七五八號決議 你急昏昏使人招招 人家又不買你的賬 我們說這個問題呢 今天呢 馬上呢 本來我想到下面去 去走一走去看看 張亞洲能不能來 還對他 想跟他再出席談親一下 要換一下意見 因為啊 得一知己啊 人生難得一知己 張亞洲他對這個事情 也是明白的 但是張亞洲他實際上 是個兩國論者 兩政府論者 一國 他是兩個政府 他認為台灣就是 中華民國台灣政府 大陸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北京政府 所以他這個話 是一國三線 他是真正是一個 這個兩國論者 兩政論者 裁定員是一個什麼呢 裁定員是一個台灣 台灣地位未定 其實台灣問題是很清楚的 只要你中華民國 我承認你是中華民國的 就是中華民國 你就是中華 你就是中華民國的政府 那麽台灣政府 就沒有他的地位了 你不去佔領 別人就會去佔領嘛 這個就是 過去我們講的 凡是理論 你不去佔領他 他就去佔領 台灣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台灣省的一個地位 他就要佔領你的 你的國 中華民國的國家主權 這個斷層 這個懸崖是斷層 就是中國 中國共產黨 自己製造了 這麽一個斷層 留了這麽一個限制 就自己挖了這麽一個坑 結果呢 國民黨也好 民進黨也好 就把你中華人民國 國的國家主權 推到這個坑裡去了 這叫 絕目人啊 等待機遇啊 麻絕機遇 我看什麽時候 解放台灣的機遇 才能夠到 真正實現的 這個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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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平解放也好 武力解放也好 反正沒有武力解放 沒有這個 中國實力作為後正 才能夠解決不了 所以啊 就看你什麽時候 是光額戰士 是可恥逃兵 就看你在困難面前 人家堅定不一定的信心 我今天就談到這麽 時間短一點 要說悲觀 是悲觀吧 尼巴呢 讓我們 勿忘歷史啊 勿忘國恥啊 我們不希望 蘇共二十大的教訓 在中國成年 謝謝大家